衛福部已經公告媒體報導 兒少性暴力指引 不過民旦認為 這個指引規定不得揭露 個資 識別被害人的身份 但是卻可能讓加害者的資訊 無法被揭露 造成兒少暴力案件被引力 而衛福部也回應 他會再召集專家學者 還有團體來討論 至於被害人身份的資訊 將會研究是否僅特定人知情 還是不特定人也有知情權 有關兒少性暴力事件 媒體要如何報導 才能避免被罰或造成被害者身份 被揭露 一直是外界關注焦點 衛福部上個月十二號公布 媒體報導兒少性暴力指引 其中包含只要是主管機關 審議通過內容 媒體能適度揭露 但北市社會局反映 這項法令沒定有具體實務的執行辦法 立委認為該指引未定有可行方式 包括審議委員人數審議原則規範都沒有 公告的這十幾天讓許多媒體地方政府無所適從 衛福部保護司則回應 不訂定審議委員人數和規範 是為了讓各行政機關留有會議彈性 據臺北市先前爆發幼兒園 有狼狮涉嫌性侵多名女童 但媒體卻因為加害者和被害者資訊高度重疊 擔心被害者資訊遭反推揭露 不敢報導也擔心被開罰 現在的服務單位你是不是應該去放還他 但是你不能去再進一步的去報導 真的是可以去找出那個被害人是誰 衛福部保護司表示會再找兒少相關團體專家一起開會討論 有關兒少及性暴力事件身份資訊的揭露範圍 面臨兒少性暴力事件新聞 媒體也應以中性與其呈現 尊重被害者感受 避免對行為人未審先判 記者原始郭駿林台報導